Amanda的個性真的很適合 真的喔 而且她的腳背 我覺得因為她的個性其實就是 那種棉花糖女孩帶的那種微辣感 對 你都很 辣味 你確定是微辣的嗎 辣味 辣 辣辣 但是她的顏色 麻辣口味的棉花糖 沒錯 但是她挑選的顏色 她又很喜歡運用繽紛的顏色去做 所以我幫她找了一雙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棉花糖女孩 要選擇的第一個應該是 除了她攜帶 她適合之外 因為大部分棉花糖女孩的腳背 都會肉肉的 所以攜帶都會擠肉 會比較麻煩 但是Amanda的腳整個狀況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說我們要主要Focus 就是在她的後跟的這個位置 盡量還是要選有粗跟的 有粗度的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覺得很危險 明白 對 她腳板真的滿漂亮的 對 她有腳背 腳背不瘦的 妳現在腳背這邊呢 對 往後 老師幫我 老師幫我 可以 可以 老師妳都來了 妳就幫我留下 好 先這樣子 我吹個血我都出汗了 對 然後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Amanda很適合 就是我們前面的這一塊 是選擇再寬一點的 對 這樣再寬一點的話 會更順她的腳型 因為有一些很秀氣的款 她連鞋子的版型都是做窄的 很容易 對 很容易就會有那種 欺負鞋子的感覺 會飛出去 所以我覺得她的腳就會很適合 像這樣子的一個 甚至是今年很流行 比較有點方的這種版型 有 可以找像這種方的版型 就是有一點點復古 今年也很流行 對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個性的展現 我覺得妳上面可以穿得很辣 但是底下是帶方的 這樣比較有個性一點 個性就會跳出來了 明白 對 黑色的這一雙 我覺得也可以試試看 這當然就是比較安全款的 他們都沒有做簡易扣 對 為什麼我們就這樣扣就好了 女生都會介意 為什麼它不這樣扣起來 一定要扣起來嗎 放在洞洞 可是勾上去就好了 妳這樣腳超美的 好美 這一雙 你站鞋換一下 不是 這個扣真的很麻煩 你那扣試的扣 你怎麼都試的 可以嗎 我來為您服務 你那試的扣 你們才一個的袋子 還不行 可以啦 這個袋子在哪 他那這個袋子可能 在家裡幫媽媽放空一下 沒有 可以啦 所以我看到你現在面前 你看他一直講說 穿鞋子要很漂亮 所以他可以一直試著想要很漂亮 因為這個是新的鞋 所以那個扣洞比較小 洞還沒有給我開 對 比較小 尤其夏天你在家還沒出門 就買頭大 對啊 你們穿涼鞋超生氣 好看喔 所以這一雙鞋它很簡單 但是在Amanda的腳上 它起了一個作用 就是因為它的前面的這一塊 是屬於比較寬的 所以它的腳背有被得到了修飾 對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微微的讓它露出性感 就是在它腳踝 是一個單的一個腳繩 在這個地方 對 這樣子其實很簡單 就會很好 很時尚 很好拍 沒錯 像這樣子的鞋塊 而且這個根好好走 另外 如果是棉花糖女孩的話 它的腳踝稍微有一點點肉肉的 我們當然是挑比較寬一點 比較寬一點 或者是這邊有重點的 對 這個重點在這個地方 這個尺寸你就先套一下好了 可能不是你的尺寸 但是 太小 對 比較小 比較窄 比較窄 我們就先套一下 比方說因為它這邊比較寬的 它就可以修飾到我們的腳背 還有這一塊 然後這邊的一個重點的話 其實可以讓我們的腳踝 看起來會比較瘦一點點 所以在挑選的時候 就可以試試看 如果是棉花糖女孩 腿部條件沒有那麼好的話 或者是這一雙也是 也可以 稍微就攔一下 另外一隻腳 好 這邊 好 因為這個小兩號 所以它穿還是會有一點 白色這雙好看 好看 對 像這樣子的寬帶 而且真的腳真擺搭 而且這個不用綁 不用綁 不用再變類似 今天真的很多這種拖鞋式的 然後粗跟方頭的 對 就會比較個性一點點 這時候好看 對 當然是因為 今天也好看 有沒有41號 對 就是因為我們 剛才有講到 就是選擇比較寬帶的話 它就可以修飾到 我們的腳背的部分 然後讓我們的腳踝這裡 看起來有延伸感 看起來也會比較顯瘦 真的嗎 會比不太多 你真的嗎 れる來說 真的很快 是 你應該是飾到 什麼衝浮 或者是 你多 subdivision 這個 與 Sid 你 看看